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谢谢 这一天毛泽东主席亲自观看了《欲举朝阳沟》 对于这出反映新社会工农兵的现代戏 毛泽东格外偏爱 他曾多次批判戏剧舞台上的帝王将相 才子佳人 这出普世无华的朝阳沟 自然深得毛泽东的欣赏 这一年的秋天 江青在上海观看了护剧《卢荡火种》 随后他将这部戏推荐给了北京京剧团 并要求他们尽快改编成京剧 同时他还命人找到了京剧演员赵燕霞 赵燕霞京剧演员 1963年赵燕霞进入《卢荡火种》剧组出演阿庆嫂 十年之后《卢荡火种》被搬上银幕 并被改名为《沙家帮》 同样被改变的还有女主角阿庆嫂的扮演者 63年见到江青了 江青头一句话就说呢 说是我听说呀 我调查了 调查你呀 说我 你呀 是苦孩子出身 他说我呀 他说他自己 我也是苦孩子出身 所以呢 我敢见你 我敢接见你 赵燕霞自幼学习京剧 15岁时便在舞台上展露头角 1961年 33岁的赵燕霞进入北京京剧团 担任副团长 1963年 在江青的要求下 赵燕霞进入《卢荡火种》剧组 出演女主角阿庆嫂 江青他说我呀 想拍这个现代戏 他说为什么要演现代戏呢 要从老戏里头要演现代戏呢 说是有些人呢 这个岁数大的人呢 比较大的人呢 快不在我们地球上了 快不在我们地球上了 所以呢 我们要演现代戏 要演现代戏来代替老戏 就不能再演了 北京京剧团按照江青的要求 把护炬炉荡火种改变成京剧 为突出地下斗争的主题 这部戏的名字 也被改编成了地下联络员 但由于对现代戏不熟悉 改编过程并不顺利 在我们来说呢 唱了这差不多大半辈子的老戏了 刚一唱现代戏呢 当然也有些困难了 不仅是我呀 很多这个演员都是有困难的 都得从头走学吧 走路 手势 过去的兰花纸都得都得变 声音都得变 是吧 人物你都得都得变 改编初步完成后 北京市长彭真和江青 一起观看了第一次的彩排演出 江青呢 江青呢也很失望 我们大家呢 也很失望 因为我们都是成熟的演员呢 一看自己呢 一看这戏呢 也是不行 是不太好 是不太好 就当然不能 那就谈不到对外了 那就得 从来了 从头排啊 怎么样 加工啊 是怎么样排 在这个期间呢 江青啊 就走了 就走了 不在北京了 彭真认为 卢荡火种的底子很好 他很希望京剧团能把这部戏改编完成 为了支持改编 北京市文化局特别将编剧们安排到了风景仪人的一和园 江青走了以后呢 文化局就出面了 文化局出面呢 就这个支持我们排 支持我们排 来帮助我们排 协助我们排 又把这个剧本啊 很好的研究 完了以后呢 又找请这个音乐设计 一个戏啊 要出来 一定有很美的这个唱 才能够抓住观众 你这书戏 没有很好的唱段 那是抓不住观众的 在彭真和北京市委的直接关怀下 经过修改的卢荡火种 很快出现在舞台上 首场演出就受到观众的热烈欢迎 随后的一个月时间 连连满场作物虚席 四月中旬的一天 从上海归来的江青 也出现在北京工人俱乐部 炉荡火种的演出现场 我们见观众但是晚上他就到场了 不知道忽然的说江青来看戏来了 忽然的来了 来了以后呢 他也看完了 这是第二次看了 头一个人就不行 就没见观众这是第二次看了第二次看了以后呢 他觉得不错了 不错呢 但是他不说不错 他又拍桌子了 说怎么这是又又又唱了 我在飞机上 才知道他没在北京 他说我在飞机上就看见报纸了 怎么又就开始唱了呢 而且呢 还登了社论 还登了社论 我在飞机上就看见你们唱了 怎么唱的呢 1963年秋天 江青将户具炉荡火种移植到北京 要求北京京剧团 将这部戏改变成现代京剧 然而第一次的彩排却很不理想 后来在彭真以及北京市委的支持下 京剧团重新开始剧本改编 卢荡火种最终顺利公演 并且反响强烈 谁知 当江青看到卢荡火种的公演时 却非常生气 看完这场戏 他就急了 拍桌子了 实际上他看着是不错 但是他不说不错 他拍桌子说不好 因为那个阶段他没在 你知道吧 你听明白吗 他不在 所以他就说不好 江青要求卢荡火种 停止公演 按照他的意见修改 但彭真却并没有理会江青的意见 而是把改编好的卢荡火种 带到中南海演出 演出得到了中央领导同志 一致的高度评价 至此修改一事 这才宣告暂停 此后江青突然对赵燕霞开始倍加关心起来 他说听说你身体不好 我说是啊 我说我身体不太好 是不太好 他说什么病啊 我说我肾脏不好 看了吗 我说看了 看好了吗 我没看好 疼一下他就翻脸了 什么 没看好 我们国家这么发达 医学这么发达 看不好你的病 我到时候我也我也愣了 怎么就说翻脸就翻脸了 我是说实话呀 没看好就是没看好 这是不是不能说 一个大夫 你不马上就给我的病 就马上就能看好了 我没看好 他就好像就不高兴了 江青亲自调开了赵燕霞的病历 此事后来就不了了之 1964年7月23日 在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期间 毛泽东观看了演出 并指出炉荡火种要以武装斗争为主 江青根据这一指示 借题发挥 重新开始插手改编炉荡火种 这一件蓝布挂子 这件蓝布挂子 这还是我小的时候啊 我父亲呢包包这个服装的 这我们叫包袱皮 在抬阿亲嫂的时候呢 我就拿这个包袱皮啊 让我们家的那个老保姆啊 给我做了这么一个挂子 我穿上了以后演阿亲嫂 江青呢高兴的不得了 金剧团一看 跟江青这么高兴 就赶紧 说这块布是旧的啊 赶紧就就是买新的再重做 再让他看 看哪件都不成 他说 哪哪件都不成 就是这件好 后来说这件好 他就是折腾人呢 这件好 那就照这个花啊 让这个印刷厂 这个去去印这个花 照这个图案 照这个图案来印 印完以后穿上啊 还说不行 不行不行 就是那件好 为什么呢 这么说呢 现在那个印出来的是机器印的 这个呢 是农村手工制的 他看上去呢 毛脱脱的 毛脱脱的 所以这件挂子啊 也出了风头了 在江青主持卢大火种 重新改变的同时 住在中南海里的中央领导 也同样关注着改编的进程 每周啊 中南海都有一次舞会 我呢 几乎每次都去 陪着这些个老手掌吧 活动和身体吧 有一次呢 我就跟刘少奇啊 一块跳舞 刘少奇呢 一边跳舞呢 一边就 就问我 刘少奇说 我觉得你演的 你阿勤嫂不行 我说我共产党那面不够吧 他说太强了 他说我们那这地下工作 绝对不能像你这样 那就暴露了 你这茶馆就开不了 就给你逮捕了 我说是是是是 他这一提醒我呢 我就胆子放的就大一点了 我就觉得 加强老板娘那边 我们演员好家点 是吧 好演点 就共产党那边 那时候我也不是党员 恐怕是比较难的 是吧 比较难的 他说这个舞跳完了呢 就下来休息吧 就江青就过来了 就就指着我的鼻子问我 跟你说什么了 跟你说什么了 我说主席说了 你说清楚 是你们主席 是我们主席 哎呀 当时我就 我心里 怎么还你们主席 还我们主席 我没说 那我哪敢说 我心里都想 怎么还你们主席 是我们主席 谁 哪个主席 你说 你说哪个主席 我说是刘主席 你就说刘主席吧 所以说是你们主席 是我们主席 1964年7月 在全国京剧现代戏 观摩演出大会期间 毛泽东观看了 京剧《卢荡火种》 演出以后 他指出 要以武装斗争为主 江青根据这一指示 借题发挥 加强了新四军指挥员 郭建光的英雄形象 开始重新插手改编 《卢荡火种》 并根据毛泽东的指示 将剧名改为 《杀家帮》 他老胡指挥 乱指挥 他今天呢 看完了以后 不行 改 明天我再来 马上就得 明天他就要听 哪来得及呀 你想想 这么大段唱腔 这一晚上呢 不能睡觉 还也记不住啊 可是你不能 明天他来了 你不能不唱出来 你不唱出来 就是 这不行啊 这个 谁也不敢呢 是吧 我呢就有点反感 我就有点反感 所以他 我对他呢 有些看法 有时候 他让我陪着他 看戏 看戏 我就坐他旁边看 我就特别扭 我怎么办呢 不敢走 我心里话 我上厕所 没人管吧 我就上厕所 上厕所 我就不回来了 不回来呢 他就一看两看 张晓霞哪去了 怎么呢 我是老虎 他说 我是老虎 他不敢着我坐 我是老虎 他们就后来就告诉我 他说将军 说他自己是老虎 你为什么不爱他坐着 我说 你坐着那么别扭 一次在外地演出时 江青送给赵燕霞一件毛衣 而因为这件毛衣 赵燕霞彻底惹恼了江青 套装 两件 里头一件 外头一件 很讲究的 送了我没穿 给的时候 他就说 你要不嫌我肮脏 你就穿 他这个人简直怪透了 简直说话 没穿呢 他让这个上海的那个书记 张春桥 给我要回来去 后来张春桥 就找到我 毛衣呢 我在这呢 给我吧 我就给他了 我没穿 一会儿也没穿 就给他了 他知道我没穿 江青知道我没穿 随后江青在剧团讲话时强调 突出阿庆嫂 还是突出郭建光 是关系到突出哪条路线的大问题 这个剧本就是突出阿庆嫂的 他不可能突出郭建光的 后来他对我有意见以后 就是我演的阿庆嫂的时候 谢幕 原来谢幕阿庆嫂是因他站在中间的 他是一号人物吗 他找的一个剧本也是一号人物吗 是吧 他就让 他这 他全管 他就告诉这个书记 今天晚上让赵霞靠边站了 所以郭建光站中间 阿庆嫂站旁边去 成为二号人物 这已经是对赵燕霞的优待了 随着文化大革命到来 赵燕霞连最后的演出机会都没有了 开始没定罪名呢 就是黑帮吧 最后呢 有一次又逗我 就低头 我脑袋低头 揪头发 完了以后呢 正在开着半截的时候 有一个人进来了 停住 我来说几句话 代表谁的 你们自己知道 他就是他的原话 代表谁你自己知道 我说三句 穿军衣啊 还可能脱下军衣 还可能脱下军衣 就我刚才不跟你说 给了我一条衣服吗 你叫军衣 穿军衣还可能脱下军衣 解放了你 你别以为解放了你 不给你定性 那这不都有定性吗 这是第二句 第三句 他是指着我 他是现行反革命 哇 有渣咯 那天还是北京下着那个大头子 所有的衣裳都给我脱了 穿着单的 穿着单衣服 给我推出来了 我回家 我丈夫 他说啊 如果要是历史反革命啊 你还好受点 历史性的反革命 他说这是现行反革命啊 那你就够你受的 就在此前不久 刘少奇彭真 已经被先后开除党籍 在随后的那些日子里 人们见到最多的是江青 洋溢着微笑的脸 1973年7月 样板戏电影《杀家帮》在全国放映 人们发现 原本扮演阿姓嫂的赵燕霞不见了 取而代之的是青年昆曲演员 洪雪飞 此时的赵燕霞已被下放到 武器干校 劳动 1966年文革爆发 张燕霞被江青定性为现行反革命 下放武器干校 劳动改造 在干校里头是重劳力 我重劳力 你说我装车 装马车 装东西往上抬 台湾装东西 装完了以后 把马从这边送到别的地方去 不让我坐着 我跟着马跑 马怎么跑 我怎么跑 到那卸车也是我 卸完车又装车 我又装回来 我又跟马跑回来 马跑得快 我得跑得快 马跑得慢 我得跑得慢 1966年12月26日 人民日报发表文章 首次将京剧 红灯记 秩序威虎山 沙家邦 海港 骑西白虎团 芭蕾舞剧 红色娘子军 白毛女 以及交响音乐 沙家邦 并称为江青同志 亲自培育的 八个革命现代戏 样板作品 第二年 京剧红色娘子军 杜娟山等第二批 样板戏 也应时而上 观看样板戏 成为那个年代 最普遍的娱乐 那这我就在干校 有一天呢 我们是下午去劳动 像我们这属于黑帮啊 非得天黑了 才能让我们回来呢 劳动啊 就是下午劳动 劳动的时候 天也快黑了 就忽然的说 黑帮全上车 不许洗脸 不许洗脸 我们也不知道什么事啊 不许洗脸 不许洗手 都不许洗 也不许换衣裳 都上车 黑帮都上车 就把我们拉的工人俱乐部去了 就虎房前的工人俱乐部 让我们看戏 到那才知道 让你们站住了 站好了 排队进去 你们知道干什么来了 今天让你们 我们这一首戏成功了 让你们呢 受教育 成功了 你们看看 成功不成功 好不好 就让你们惊讶 就是那个意思了 就把我们搁到楼上啊 最后的一排吧 去看去吧 那就让怎么着 就怎么着吧 谁不敢说 就忽然的 看了一出 杨春霞 这个 这个 就同志演的 这个 杜鹃山 当时呢 我确实有点惊讶 为什么呢 说 我说 这一台的嗓子 都这么好 怎么 没有不好的嗓子 都扎耳朵 我说 就是听着 不像本人的那味 有点麦克风味似的 有点麦克风味 后来他们说 现在啊 新了一种东西 将亲拿上带的 就身上带上电线 就是带那个扩大器 哦 我才知道 那这在这个 排这个沙家帮跟这个 这个什么的时候 还没有呢 还没有这东西呢 杜鹃山的时候 那天我看戏 我才知道有这个东西 带上 带上嗓子就比较好 声音大呢 可以连小点 声音不大呢 可以连大点 就是这样 赵燕霞下放 劳动改造的日子 也是沙家帮 红遍中国 每一个角落的时候 但是 这部现代戏 最早的女主角 赵燕霞 却开始被人们遗忘了 江青或许不会想到 他钟情的革命样板戏 在这个时候 给他带来的 竟然是这样的 生命变化 1977年年初的一天 彭真把赵燕霞 请到了自己的家里 四人王救出以后 他让警卫 上我家去 他说 彭市长想看看你 我很难受的 他说 好多年没见 没看见照相了 够他瘦的 那一次 最后很感动 我就老忘不了他 他送我出来的时候 燕霞 少说话 少说话 让我 燕霞 少说话 少说话 彭市长 你说他多关心 他还让我 还告诉我 四人帮他救出来了 少说话 少说话 如今的赵燕霞 已是年近八旬的老人 他现在居住在北京 享受着安逸的晚年生活 深居简出 不知名的赵燕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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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